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綠光劇團比較不像 這個有點奇怪的地方 它是個平台 它不是屬於誰的 早年我做原創的中文歌舞劇 後來我們的武者 文念珍導演 來做了國民戲劇 他希望做的戲不是大家看不懂的 當然我想每一齣戲大家都是看得懂的 不是說只有這齣戲 那是說希望一般普羅大眾都能夠看得懂的戲 那這齣戲跟寶島怡村有點一樣 就是常常我們看到二三十歲的觀眾來看戲之後 他來第二次 帶著他的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叔叔伯伯阿姨 親家果子都來看 所以這齣戲大概跟寶島怡村有異曲同工之妙 後來綠光劇團又做了世界劇場 後來又做了台灣文學劇場 它基本上是一個平台 希望大家有共同理念的人一起在這個綠光劇團來做戲 那這齣戲呢 人間條件 系列 它當然不像寶島怡村是一齣戲 它是一個系列 到目前為止演了150場 人數已經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個十百千萬十萬十七萬六千九百三十七人 那怎麼沒有聽到掌聲呢 對不起 很不要臉啊 劇場人真的是需要掌聲的 那這個戲呢 我們在這邊演 12月23 24 在這邊演出呢 我們會找美秀 心靈 還有我們的演員們 一起來玩 而且會找不同的團體來做暖場 還有一點還蠻有特色的 因為我們紫風車和綠光呢 常常做一年有三四百場演出 很多都是戶外演出 那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到哪裡演出 你知道最先知道的是誰嗎 小販 那些攤販 常常我們去做319 319今年12月 終於要 12月3號 終於在萬里第一趴要結束了 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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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簡單 好多年319偏鄉的演出 終於在這邊畫一個小小的句點 當然還有第二里路了 那這次呢 我們也會 有一點小小不一樣 也是一樣把那個攤販全部找來 就真的有點像我們小時候在看戲了 有沒有 演台戲旁邊的 演台戲旁邊一定有賣香腸的 一定有香腸的 烤魷魚的 對 烤魷魚的 這次我們也會把它弄成 也在這裡 在那個兩廳院的廣場 弄得非常非常的熱鬧 就像我們小時候 還原命案現場 不是 還原現場就好 不用命案 還原現場 我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 就看那個幕後有沒有 沒錯 就看他的化妝啦 還什麼的 所以這次也可以看得到 也真的像小時候一樣 相信是一個非常熱鬧 而且也見過100年嘛 我們要熱熱鬧鬧的 平平安安的把它呃呃呈現給觀眾 那 那 演台戲真的是非常好玩 因為綠光和子鋒都常常做這個 我們會覺得說 當然啦 劇團要活下去 一定要有票房 一定要有口碑 但是有時候做一些 降落的時候 我們做一些虧本的生意也沒有關係 真的是 可能短期之內很難再去演了 因為 看過的觀眾比較多了 不過還可以啦 你在南部演 我們在北部演 我們還可以到中南部 你們可以在北部演 欸 至少不會死 所以 怎麼講到這個 建國100年 平平安安 大家順利 身體健康 這個戲能夠呈現 真的是種類非常的多 獻給全國的觀眾 謝謝